功夫的尾不再以動作有多大 武術沒有文化和道德倫理作為衣稱 它只是一個散工具 當你以道德作為基礎 再去練武術時 它有一個人格的提升 客家功夫應該說是 香港農村最地道的一種功夫文化 我們可以以一個土字去形容它 因為它是和土地是接壤的 它可以說是農根文化的一種延伸 在二十世紀初 林世榮建立嶺藍武術 或者今天我們說嶺藍紅拳 這個體系 其實它的概念是 希望建立一個適合於廣東的 超門派武術的系統 嶺藍武術應該說是 是我們整個南方武術的很重要的源頭 可以追溯到一些古譜 一些古籍在清初甚至明代的 敏藍的武術是唯一一個 現在香港的功夫文化應該有全盛的危機 我們是需要做研究 中國功夫其實講到一個深層次 並不是做給人看 是做給自己的 修煉一樣的 不只是一種技術 而是提高自己的情緒 提高自己的人民數字